吉隆坡以斯朗诺区八个县与十四个区大封锁 虽然已经大封锁了一个月左右 这次是EMCO更严格的大封锁 前码758,967人总累计染上新冠肺炎 听好哦 758,967人 而今天呢 6,988 毕竟7,000人 中招 其实马来西亚人口没有像印度中国那么大的人口吗 也不是美国那么大的人口吗 你这样的数字 相当严重哦 其实更严格的EMCO呢 是怎样的我也不大清楚 大家可以写给我吗 我也是在这里学习学习什么叫做要执行更加严格的EMCO呢 我来听一下怎样执行 我们一样一样来哦 写来给我看一下 写容区八个县十四个区 不懂在什么时间执行 更严格的行动管制令 是不是像以前这样一辆车只可以一个人出门啊 还是什么 现在已经很严格了 在家更严格是怎样的呢 然后 关于百旗的问题哦 很感谢所有的媒体 在昨日跟今日 大大力够够力的报道 也解救了很多的人 其实我觉得 有很多人在反驳这个百旗 说是投降了 毕竟人命关天啊 你不可以以你本身自己是一个富贵的人 来讲这句话 当你穷到山同水尽的时候 你才来跟林北讲这句话 你好吃好处 好吃好处 你讲这句话 毕竟 有勇气佛着的人 才敢几百旗 证明他还有勇气 再活下去 日后 有一天 在东山再起 今天几百旗落难了 并不代表 你一生贫穷 而我所要说的 你今日富贵 你讲大声的话 也不代表你一生富贵 有一天富贵的人 也会淪落成贫穷的人 所以在这个世界 无论是富贵或者贫穷 大家都是与似同仁啊 也感恩在这两天 所有的慈善媒体 个人 一直在协助 这一些贫穷 没有钱开饭的人 还有很多残窃人士 根本上是没有人请他做工的 而在此也希望 所有的警察能够 有时候能够哦 与人情特别的例子 比如贫穷的弟弟 在很距离夜线 去送一个午餐 或者晚餐 给残废的哥哥吃 也要开五千块三半吗 连解释的理由都不听 就直接开了 所谓的治法 我想告诉你的就是 人间有情啊 法律之外 必须人间有情啊 弟弟在很距离的 夜线 去送食物 去给残废的哥哥吃 弟弟是没有能力 付这个五千块罚单的 他也是个贫穷人 但是他至少有兄弟之情 能够把这个食物 送去给哥哥 这个是令人鼓励 更感动的一件事情 反而你不听人家指示 你去开罚单给人 而且罚单还是五千块 谁有能力来付这个罚单呢 所以我希望警察叔叔们 除了执法之外 必须人间有情啊 我并不是指所有的警察 我是指开罚单的 那个执行警察 我只针对他一个人而已 然后这几天也陆陆细细 看到很多的 百奇生的上来 然后也很多政党 包括个人人士 个人的三星人士 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真正的去感动到 人间友情 而网络上也传说 当人家几百奇的时候 请不要去拍照 或者是拍录影 保持他个人的私影 我觉得这个可以对一半 因为有一些人 你必须保持他的私影 你默默的在背后帮助他 而不让他曝光 但你可以请示他 你 我能拍你录影吗 我能采访你吗 我能访问你吗 我能拍你照片吗 如果他本身愿意的话 是可以的 所谓的慈善 曝光有曝光的好 比如他 我所说的 他就是自愿曝光吗 自愿曝光你必须报道 为什么 因为这个能够启发 更多人了解 百奇的真正目的 跟帮助百奇真正的用意 因为这样才能够 把整件事情曝光 发扬光大 让更多的媒体 让更多的上星人士 能够鼓起勇气 来帮助这个几百奇的人 但也可以 但也必须 没有经过他人同意之下 请不要拍录影 或者拍照片 或者公布他的状况 因为有一些人是要保持 适应的 明白 好 现在我想了解 雪龙区 雪龙 吉隆坡 跟 十郎 其实他并还没有注明 是哪一区跟哪一线 但是听起来 这个事件相当严重 八个线已经包含很大了 还有十四个期 我也不明白 到底怎样执行 比现在更严格的EMCO呢 谁懂 写出来我看一下 刚才我没有注意看 几百奇 会罚款五十千啊 准确吗 会几百奇的人 就是连十块都没有了 他怎样会有钱给你罚款五十千呢 这个 变成是一个疑问了啊 在此再声明多一次 刚才有个五网友 他说到几百奇会罚款五十千 身上连十块钱都没有的人 才会几百奇他有钱给你罚款五十千啊 我好乱了吗 真的是罚五十千啊 果然 单身 其实 政府更应该体谅民心啊 感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新闻两次报导啊 我头发长了啊 去看Facebook啊 我有时候就有少一下 有时候没有少一下 不一定看到了 会中五十千啊 这样他必须出来解释一下吗 现在人家没有犯刺 我们在绑人 他只是传达一个信号罢了吗 百奇传达一个信号 没有犯刺 他要罚五十千 他要罚五十千 晕啊 如果是真的罚五十千哦 我真的阴 我不懂怎样解释 其实发动百奇 不是个人发动的 是全部马来西亚媒体一起发动的嘛 对不对 头发长了 这件事我们就不要讲了 这里有一些人在骂政府啊 我不敢念出来 我没有看Facebook你就要鸟啊 我不用做工啊 每天少Facebook啊 中国报已经登了滑五万了 这样如果中国报已经登了滑五万哦 我也无言可讲 头发像咖喱包啊 不能挂百奇罚五万这样挂黄奇罗 挂黄奇应该不会配罚啦 林伯伯你的头啊 今天我打了两只疫苗了 第二只了的 我两只都是打科兴了 中国科兴 打电话给丁丁啊 你自己打啊 老马去医院看丁丁哦 是不是真的哦 什么叫血龙霸限14期 更严格的EMCO啊 讲严格法 谁懂 讲来听一下 医护导返了 没有啊 看你们哪里厌我 今晚应应了啊 今晚打大只的 改挂国旗啊 改挂黄色的旗不是不会中五万了咯 不要挂百旗啊 挂黄旗啊 ok没有 挂红旗啊 白 黄旗啊 青旗啊 蓝旗啊 什么颜色 五颜六色 把它挂上去 不是不会中华咯 我挂黑旗啊 挂黑旗啊 挂黑旗不会中华啊 头华倒转了啊 怎样才不会倒转呢 我流大汗啊 我这里有低速 没有开冷气 忘记开了 你真的很注意我哦 我流汗你都知道哦 厉害哦 你哦 我头发乱一点 你也知道哦 厉害哦 你哦 你们很厉害哦 全国挂白旗走看哪就懂啊 不要啦 这家中华五万 没有钱还三万啊 挂黄旗啊 黄旗 所以我 挂底库 挂底库 他没有留三万吗 也对哦 这有一个网友讲挂底库 他就三万不到了吗 还是一样挂吗 总之 总之大家乱乱挂咯 啊 如果大家要 OK 不如现在我们求助一个方式啦 我们我们set一个方式啦 大家分享出去 我们set一个方式啦 主题大家写啦 挂白旗 写一个主题 大家写一个主题 就是 啊 媒体有公布 吊白旗会罚五万 大家改成 吊 什么什么都可以 比如吊底库啊 吊 红旗啊 黄旗啊 黑旗啊 或者有什么 plastic袋也拿来吊哦 或者有什么 啊 报纸啊 纸上来到调 总之呢 一个柱杆 一个 一颗木棍 一个柱杆 掉一个东西 就是求救信号咯 这样大家乱乱掉咯 掉到五元六色 什么都有咯 好不好 这样还是一样求助吗 这个是跑一些法律漏洞吗 还是一样求助 只是不吊白旗 我们 我们闪掉那个五万吗 ok没有 ok啊 ok on啊 ok on大家写主题了 因为我讲这句话 是在后段讲了的 有一些重听的人 他不会听到后段的 这样大家就写 掉百旗会罚五万 请改掉五元六色 的旗 或者是 掉底库 掉plastic紙袋 掉玩具 掉什么鬼 种子 有东西 一直去掉上去 就是求助信号 大家就去绑他 ok没有 on啊 on ok 我on啊 我on大家on啊 好 大家on on啊 ok啦 这样主题 大家分享的时候 要写好主题哦 打掉梅乐罐也可以啊 就是 一个树 一个树枝 绑一个梅乐罐 一包树枝 绑个 nescafe可以吗 绑一个 山河浴加费 可以吗 绑欧套加费 可以吗 可以 就是一个 一只树干 用绳子 绑一个 欧套咖啡 顺便把它打广告 也可以 掉个奶茶的纸袋 也可以 总之 一个木棍 插一个东西 掉一个东西 就求救信号了 on 人不转 天不转 人转 还是什么转 总之 人一直转 就对了 米袋也可以啊 总之 什么鬼东西 跟它掉掉出来 压缸 法律漏洞 好 谢谢大家啦 这个 法律漏洞 掉没落罐啊 掉什么啊 大家 写足 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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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